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的人观念是错的 每天念佛然后不听经不文化 心总是存在灵命中那一念 那佛法如果不用在现在 那佛法有什么意义呢? 你为什么只有念佛等待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呢?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如果不能用在今生今世 用在当下用在人生 那佛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期待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念佛不是错 但是要了解往生是现在的事 你现在能够把心摆平 内心充满智慧 能够解脱自我 你的命中往生不是更有把握吗? 为什么会忽略现在 谢佛的重要性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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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忘记现在 现在的开波勒智慧是这么的重要 为什么忽略它? 所以很多人这个谢佛观念都是错误 念佛然后期待你命中 有一个年轻人 也不晓得去听哪里听经文法 他来告诉师父 说我们上人说念佛就好 我们不要听经文法 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 生死无常 他说生死无常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念佛的时候 说我心中有没有烦恼 没办法 你晚上有没有做梦 能控制梦吗 他说不行 白天都没办法控制 晚上不能控制 那你念佛有没有烦恼 他说有 有没有执着 有 有没有生气过 有 我说你现在都没办法处理 你内心里面执着 愤怒 颠倒 妄想 你休想你命中生死自在 你根本就搞错方向了 这个年轻人突然听到是像被闪电击到一样 哇 师父你讲的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没道理 当什么法师呢 赶快赶快请VCD回去看 看了以后 哇 来磕头 磕头 包了一包大红包 我说你拿回去了 这时候这一包是我一个月的薪水啊 师父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勉强收下来吧 说这个也很辛苦的 要赴因果的 是不是 他说感恩了 要不是师父你这个当头半鹤 我还以为我走对路了 我说你走错路了 他才知道是往生是现在的事 现在的烦恼不处理 灵命中啊 你修想往生的 不可能的 你现在都不能控制你自己 不能控管你的情绪 你命中哪有办法自在 他说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吧 待佛宣法怎么会没道理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你跟错了那个错误的师父 会很惨 错误的观念 宁可百年不开悟 不可一致走错路 政治政见是有这么的重要 来做主委